一年一季香雪海千树万花后科来 又到了梨花摘放的季节 每年的这个时候 全国各地凡是梨花聚集的地方 都会举办自己的节日 梨花节 这不今天咱们锦州北镇的梨花节 也向游人缓缓地拉开了序幕 据我所知 北镇的梨花节可是有年头了 从91年开始 至今已经办了第28届了 一年比一年好 游人也一年比一年多 高达80几万人 虽然今年的天 有点冷 人们也穿上了薄薄的小棉袄 即使这样的天 也没有阻挡我们来自四面八方游客的脚步 大家汇聚在这里 一起来参加北镇的梨花节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每年的梨花节都会有不同的亮点 今年的亮点又在哪里呢 今天就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 咱们一起来玩转北镇的梨花节 从哪来的大爷 从北镇城里来的 北镇城里 这是属于当地人了 对 那这个梨花节年年你都来吗 年年来 来几年了 从来就来 把这一般没啥事都往这跑 那你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这个梨花节 每一年不同的变化 今年比每一年比一年好 我家是当地的 家就是当地的 对对对 你说今年咱们这个梨花节办的咋样 挺好的 挺好的 比往年呢 比往年强 比往年强 好在哪里呢 这挺人挺多的 这挺热闹的 越来越多吗 对呀 比童年多多多多了 那城里有这个北镇墓 这是都是我要这个的 还有邮里站 还有一个风雨区 这么多呀 有一个旅游点 那咱们老百姓是不是通过这个旅游 那个生活也发生变化了 哎呀 生活一年不一年好 嗯 嗯 就是不记得这梨花节正是这个节目 一头到山上吧 这花全开的 嗯 可好 国色天香绝世姿 开逢古雨得春池 古雨时节 梨木成行 繁花四景 花开盛四香学海 芳香四溢满山见 北镇梨花如约盛开 今年的梨花花期 大约十天左右 直到五月初 都是梨花的盛花季 登陵一五旅山 环视四野 处处是洁白的梨花 切树万树的梨花 像堆堆白雪 实浓实淡的花香 沁人心脾 让人流连梦返 北镇庙 是这间北镇梨花节的发起地 作为拉开梨花节序幕的地方 游客们也对它 有着浓厚的兴趣 开牧师过后 便是北镇庙的济山大典 和萧太后拜庙表演 以此可以看出 北镇庙深厚的历史渊源 北镇庙深历史游客 北镇庙深历史游客